大家好,这里是三诺雷哥 今天呢,咱们又该出一个非常远,非常远的一个远门了 有一千将近四百公里去四川 在四川呢,有很多很多不错的农业 尤其是药材行业当中 特色的种植啊,特色的养殖,四川特别特别多 此外呢,一千三四百公里,我开车去,看到没 呃,现在是早晨的八点零三分 咱们一会儿洗下车,就上高速 估计就在明天早晨,明天早晨 基本会在四川了,开车慢一点 因为毕竟是我一个人,不认为 去四川,给大家考察不错的项目 希望,视频前的朋友,你粉丝朋友们 支持一下三诺雷哥 如果这些东西不靠谱的情况下 我怎么可能把生命开玩笑呢 来,给大家拍摄一下,路途当中所遇到的一些 真实 这个呢,是我在超市里边买了一些吃的东西 喝的东西 洗个车,洗个车完之后,咱们就出发了四川 看看去四川哪里,看你是否认识啊 是否知道这个地方 前面咱们马上上高速了,朋友们 咱们看看时间哈 现在是早晨的八点二十九 一百五十米后左转,进入扎岛 咱们四川,出发 我会在一路上给大家进拍摄一路的美景 咱们中国的大好河山 上高速了,朋友们 由于高速上不能拍视频,为了安全 所以说咱们就拍不了了 在服务区,我会给大家拍摄更多的大好河山吧 咱们第一站到的服务区就是我们河南郑州省会 郑州服务区,给大家拍摄拍摄 简单的拍摄一下啊 因为时间,赶时间去四川,简单拍摄一下 通过这个画面呢,咱们都会看得出 还行,我们郑州还行啊,朋友们 人流量还是蛮大的 咱们这里面方便 不错吧,朋友们 现在到达我们河南免池的服务区了 这个服务区的有点独特啊,朋友们 不一样 不一样 也没 环境的话,可能在这个房子后边 因为免池这边有三 有三 就这样子吧 货车量挺大 咱们继续往前出发吧,朋友们 一路向南 现在呢,已经到达了预险界服务区了 给大家看一下周围的环境啊 看到没,那边山 其实在这一路上很多很多的山的风景都特别的不错 可是没有机会去拍 因为在高速上 是不是,朋友们 安全 最好 接下来的下一个环境呢 我相信更加好看 给大家进拍摄拍摄 咱们在这服务区简单的休息一会儿 开了差不多有三多多时 货车很多 期待着下一个服务区吧 怎么样的环境 现在已经到达林同服务区了 已经进入西安了 陕西西安 视频看到这里了 肯定会有很多粉丝问到了 哎呀,三东雷格 现在高铁这么发达 飞机这么发达 你去个四川 为什么还要开车呢 那咱们来看一下 开车的原因 这是我的拍摄的一个设备 还有我专用的电脑 主机多在里面 还有这个非常有价值的矿泉水 这个不自一般的矿泉水 有朋友们 营养炸的特别高 这个就是我所开车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的电脑 里面是我创作视频的一些素材 窗户在里边 所以说这是我开车的一个原因吧 看到没 那深 那山 美景挺好的 一个人开车 到四川成都 挑战1400公里 你有没有感受过呢 下一个景色 是哪个地方的 你知道吗 给他镜头继续往下看吧 云童测复旧环境还行啊 朋友们 还可以 那边 有几个 不错的 小女孩 手拿着啥呢 这是 给大家张拍摄 景色还行 很有意思 哎呦 太可爱了 没嘴巴呀 哈哈 好了 咱们为了节约时间 下一个服务区出发 朋友们 咱们现在已仍进入四川汉中了 看着没 前面多大的山 货车这边 独车了 不过 我们小车车 所有车道均可通行 保持左侧主路行驶 500米处 有限速80拍照 已仍进入四川了 不错 接下来给大家拍摄 更加美丽的风景 那么朋友们 咱们又来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在我这周围呢 都是山 看到没 现在位置还是在陕西 马上进入四川了 给大家切换过来 看看这个环境怎么样 现在已经是六点多钟了 开车差不多将近十个小时了 这个环境还差不多啊 朋友们挺好 有点凉了 不可穿着短袖 咱们继续往四川成都方向出发 下一个环境看看什么样子 看看能不能进入四川 一路真实的记忆啊 哎呀 朋友们 开不动了 还剩余220公里 现在已经是夜里的10点55了 马上11点了 咱们就在这个服务区 休息休息 实在开不动了 开了有15个小时了 确实受不了了 明天早晨到达目的地 一个人开车 确实太累了 哎呦 好了朋友们 明天早晨继续给大家拍摄 咱们明天早上 那也是更加辛苦 挣钱太难了 看到没 基本都停在这里休息了 我呢 我就在这个位置休息了 餐厅门口 建门关服务区 我也赶紧休息了 朋友们 在车里面啊 那个 简直的休息休息 实在跑不动了 起来了朋友们 哎呦 云雾缭绕 这美景太好了 看到没 太美了这美景 这边刚刚洗刷完毕 准备一会就出发了 四川程度 出发还有200多公里 还得休开两三个小时吧 不错 哎呦 我看了服务区这边 也没啥好吃的 我车压本来都带着泡面呢 简单吃一点 填下肚子就行了 泡面熟了 开吃 哎呦人在外面啊 真的是不容易啊 朋友们 这边 煎就一顿 试一顿就行了 就这回事 面好像还是有点硬 还是有点硬 凑着吃吧 一会都到我们的地 朋友们 我现在已经到达四川程度了 就坐落于这个我小小的一个工作室里边 嗯 在四川程度呢 我这边会待大概有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我会在这里给大家拍摄更多的四川的一些特色的农业以及养殖 想了解这块的朋友们 嗯 接下来 的一些视频 专门给大家分享 特色种植特色养殖 非常适合咱们农民朋友 就去操作进去干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和大家闹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点个免费关注 还是想了解更多的农业方面知识呢 请看我其他的视频 下个视频呢 比个更精彩 下期咱们不讲不散 拜拜